現在台日安保被秒打臉 這個RCEP不可能加入 這個CPTPP有機會嗎 大教授 我覺得這個 我會強烈的呼籲 我們台灣的22個縣市首長 現在開始要很好好的 重視這件事情 因為目前的這個發展方向 對於台灣的產業的出走 空洞化是非常有可能會發生 所以我覺得我們的縣市首長 你不能夠依靠中央政府 來為你做任何事情 他沒有能力做 他也做不出來 他也沒有任何一個辦法 所以我們現在縣市首長 要想方設法 幫我們的企業界解決 他所面臨的未來 可能面臨的所有的問題 我先把答案先這樣講 原因很簡單 這個RCEP最近 為什麼會突然間加速 因為它是在3月2號召開的 然後在昨天 那麼已經有結果出來了 他們要加速 要在11月的峰會 也就是16國的元首聚會的時候 要通過這個協議 這個之前8月在北京 召開第8次的工作會議 所以等於是要把所有的文本 都要在8月份的時候 在北京全部都確認 確定完了以後 兩三個月各自回去討論 最終沒有問題了 11月份元首聚會就簽署了 那麼這個就開始推了 一推以後沒有台灣 沒有台灣 本來我們是因為有ECFA連結 然後台灣是連結到裡面去 所以我們本來也可以享受 RCEP的進展 RCEP為什麼會突然間加速 我覺得突然間加速有幾個因素 第一個就是中美貿易戰 快要結束了 預估在3月27號 那麼可能會結束 這是預估 美國已經對日本發動 對日本的貿易戰了 也就是說美國川普 已經發動對日本了 對日本以後 日本的壓力很大 因為美國要求3月份 要解決這問題 他5月要到日本 要做最終的一個處理 日本希望拖到4月 這樣5月就不用處理 可能會拖到6月 甚至之後 但是美國給日本的壓力越來越大 所以原本對日本來講的話 對於這個RCEP 他抱有疑慮的 他已經開始轉變態度 那麼開了綠燈了 另外一個國家叫印度 印度 美國要求印度 因為美國本來給印度 是完全免關稅的 也就是說有57億美元 是零關稅的 我們叫做GPS 現在美國要求印度開大門 讓美國的產品進來 可是莫迪由於目前在選舉 他們要到5月份的時候 他的選舉結果會出來 他如果開門的話 讓美國的產品進來的時候 尤其是亞馬遜跟沃瑪 都進來印度的話 對印度不利 所以對莫迪來講 他目前的經濟狀況不理想 他的連任有問題的情形下 他不敢開門 不敢開門的時候 他就拒絕 拒絕的情形 所以美國在今天 川普要求他們的貿易 送到國會 也就是說要取消 給印度的連關稅 57億美元的連關稅 60天後生效 所以對印度來講 他壓力也升高了 我們看到R7開始加速了 如果今年通過了以後 開始推動台灣的產業 就是生產製造業 台灣的生產製造業 他的關稅高的時候 他的競爭出問題 他就要考慮 中美貿易戰又停了 然後蔡英文的南向政策 又錯誤了 因為他本來要我們轉到印度去 印度那邊有57億美元的東西 到美國去是連關稅的 現在沒有了 關稅全部取消了 要關稅了 這樣的情形 台商已經跑去印度的 現在慘了 卡山那個地方 我覺得會血本無歸 會很慘 現在怎麼辦 你台商就變成要移動 也就是說本來外銷美國的 他轉變成為在亞太的 大經濟區裡面來做 我們的產業移動的可能性 就會出現了 所以我們的企業家 會開始考慮 他把他的產業做移動 你依靠中央政府 他一點辦法都沒有 蔡英文會告訴我我沒辦法 我跟大陸我做不起來 我跟你做不起來的話 我也沒辦法做 我還要搞台獨 還要搞戰爭 我怎麼可能會幫你做任何事 這個時候你的轄區內的 也就是我們的縣市首長 你轄區內的企業 開始移走的時候 我們的農業再強調一點 當然剛剛那個農界 或者是高雄 一直在賣水果很好 但是不能只賣水果 因為水果只占 台灣經濟總量3% 一個台積電 一個台積電的總產值 是我們台灣所有的農民生產 還有漁民 還有牧民 生產出來的經濟總量的兩倍多 一個台積電 它的總產值就是台灣 全台灣農漁牧民的 產量的兩倍多 所以它才是讓你台灣 富有的最重要的 因為台灣早就從農業社會 轉型到服務 金融跟高科技了 所以這個才是讓台灣 富裕的最重要的東西 如果我們讓我們的這些傳統的產業 還有我們的機械製造業 高精密的這些產業 它離家出走的話 不管到大陸去 到越南去 或是到東南亞去 或是到印度去 台灣的產業空洞 絕對會發生 所以我這邊呼籲 我們的縣市首長 你不可能依靠中央的情形下 你要開始跟我們的企業界 跟上學界的經濟系的老師 開始座談 解決問題 不然的話 對台灣的未來發展 我坦白說 非常的憂慮 這應該是中央政府的職權 你不能依靠它 對 我們的整個 在區域經濟被邊緣化 是一個問題 另外一個 國內產業發展相關的 能源政策 現在有新的狀況出現 進一步分配了最新的 2025能源的配比 做了一個調整 那個調整當然是因為 因為去年底的公投 有關於減煤的公投通過之後 所以燃煤的比例是繼續往下 再修正3% 只要27% 再生能源是20% 燃氣要到50% 這些修正 有一部分當然是因應公投 所做的調整 不過也透露了一個訊息 就是說照這個配比的調整之後 我們2025的電價 恐怕會漲33% 會漲三成多 這件事情是過去 蔡英文政府一次告訴大家說 我們這個2025 新的能源政策配比確定之後 我們電價不會大幅的成長 那漲了3成3 到底算不算是大幅的成長 我覺得現在民進黨說 2025的事情 台灣人民應該不會買 但也不會相信 去年的投票結果 已經告訴民進黨說 人民不再相信民進黨 為什麼 事實上蔡英文總統一上任就說 保證不會缺電 然後也保證電價不會漲 結果之前的這個815大停電 大家記憶非常的深刻 然後另外一個 去年的電價也漲了3% 沒有所謂的不會漲 另外一個 他講2025的這個整個能源政策 大家就覺得你是做不到 20%的再生能源 很多國外的數據報告都攤開來 告訴蔡政府說 頂多你就是做到10% 他硬要告訴大家說 不會 我就是還是會20% 即使公投過了 告訴他說 你這是行不通的 你不可以2025走非和家園 因為台灣還做不到 所以直接用公投告訴蔡政府 結果我只能說 裝稅的人叫不行 我在質詢蘇貞昌的時候 他竟然說什麼 他說公投法 沒有以和養綠四個字 所以他們的能源政策 是沒有問題的 市長也同意 未來每半年的時候 兩岸小組會到議會做報告 你們到底做什麼 你有什麼計畫 甚至你這一次到大陸的 所有的一些過程成果 也會回來到議會報告 所以我實在不曉得為什麼 這些民進黨的議員 不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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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先把你 我覺得他畫了一條紅線 萬一韓國瑜市長 好像說到大陸去 超過了這個紅線的話 那他想說好像又要卡他 是不是給他造成什麼樣的壓力 民進黨我覺得這段時間 從把他塑造成 是一個土包子的一個市長 到說他是個林黛玉市長 我覺得現在又要在兩岸上面 給韓國瑜去穿小鞋 我看法是這樣子